我要吃基督做生命術 生命術是神经魂的中心 主要归附照会吃生命術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是来自桃园照会 陈李锦淑姊妹 我在去年受精 得救半年后 就来参加去年的三页奋状领单 以前我是一个抵挡福音的人 但在这训练中 由于天天操练领装备真理 学习为主生严 现今我成为一个喜乐传福音的人 正如主说 传福音报许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的加美 在十月初 我接触到一位卖衣服的领结福音朋友 他内心无助的伤痛 赞福音车祸 脊椎瘦手 瘫痪了八年 常常有轻生的念头 唯一的儿子 又因吸毒 要入肩乐界 因此我就有负担 就带了重年班的几位弟兄姊妹们 一同佩搭前去探望 我们用刚强的联传讲主的话 并一同唱诗歌 也因着我们的同心合意 圣语在这个家 有强的运行做工 结果这位太太受尽了 当时我立刻用手机 为她拍摄照片 结果她丈夫一直一直都在哭泣 我们就更迫切地为她祷告 主感动我 将所拍摄的照片 往她胸口一贴 告诉她 主耶稣爱你 只要你信 愿你受救 得救 主耶稣必定拯救你全家 哈利路亚 这位贪患的丈夫 受圣灵的感动 也归入主名 得救了 一个礼拜后的晚上 十二点半 这位新门人的姊妹 打电话来说 她的儿子也要受尽 于是隔天清晨六点 我们赶到她家中 为她儿子施禁 这位姊妹见证了儿子 因呼喊主名向主祷告 结果 入坚乐界也被通知延期 一个月后 她的女儿也得救了 全家四口就这样 全部都得救了 哇 好喜乐啊 在这训练的八个月中 哇 一共带了十六位新人得救 这都是壮丽般的训练 她掺权了我 毕业后 我打听主的呼召 继续往乡镇开展 传扬高品的福音 福音 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 献给主耶稣 成为一个喜乐传福音的人 福音 弟兄姊妹们喜乐平安 我是来自台北市召会 吴皇道娟姊妹 以故所书四章三到四节 以和平的连锁 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一个身体和一卫灵 正如你们蒙昭 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昭的 来壮丽般训练以前 由于侍奉少 配搭不多 基督的身体 对我只是客观的道理 进入壮业班以后 上下两学期都是第九族 就有一份特别的恩典 清醒厨房的水沟 水沟本身是特制的不锈缸 它干净的时候 真是明亮晶莹 但是一个月不洗 它就变得乎黑 而且有异味 我们第一次醒的时候 各个灰头除脸 还要借助明星花露水 才能消除臭味 第二次醒 水灯的盖子竟然拼盖不回去 又是人人满头大汗 直到最后一次 才算驾轻就手 令我感动的是 全族姊妹 没有人闲脏怕苦海泪 人人又冲又洗又刷 尽心尽力 就怕辜负了主 所良言我们这份特别的恩典 再仔细一想 清洗水沟 这件不算大的事 不但需要全族姊妹通力合作 还需要辅训经验的传承 现实主特别的配合 全体组员紧缩用餐的时间才能完成 借着大家紧密的配搭 就活出了基督身体的实际 训练是一时的 操练是一生的 解训后 我仍然要活在调和的灵里 在赵贵生活中 与弟兄姊妹们配搭示供 否认及 细绝我的浑身壁 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 证显神的荣耀 无疑打开生命树的道路 我们以得权力 可知生命树 我们要成为生命树的一部份 我们以为生命树的一部份